你李叔叔家的小儿子前段时间回国了 我是乡忠了 行 你乡忠你去嫁 我同意了 你怎么回事 我先去开门 妈 你又买这么多 吃得完吗 你懂什么 这个季节就得多存点 便宜 我来吧 坐哪儿 门口就行 送菜的人还挺年轻的 年轻 来的可能是你李叔家的小公 可惜是个秃头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主动来进来家里存菜的活 你好 现在假发做得真好啊 你好 你想要点什么 先来两斤刘海 秃头也很可爱啊 你天天去买菜 吃得完吗 不是你说便宜 多囤点吗 那你穿成这样 是什么才值得你这么隆重啊 我的菜呗 下雨怎么还出来送菜 刚刚是最后一单 还好你顺路 谢谢 上 你别动 稍等我一下 你 小心 你可以抓着我 谢谢 李叔叔好 怎么没见你家伙计呢 哪一个啊 有啥特征没有 只有头有点凸 平时可能戴假发 变色高高的 秃头的 他回老家结婚去了 我都和你李叔叔约好了 菜围了 就再上一盘呗 我减肥借菜了 你穿白鞋 真的很好看 你 这是我小儿子 刚回国 听说你俩已经见过了 你不是他家伙计吗 当然不是 伙计回家结婚了 这段时间都是他帮忙 巧了不是 这竟然是回国菜 除了刘花不卖 其他的 都可以送我上了